北京时间8月5日,国际冠军杯,一场焦点,大战在皇家码斗里与尤文图资之间进行,虽然本场比赛C罗没有到场,但对于皇马以及尤文来说,他们的拥促可并不少,本场比赛可谓是做无需席,现场球迷也欣赏到了一场进球大战, 最终皇马以3比1战胜尤文图斯,本场比赛尤文图斯虽说赛先取得领先,但攻破皇马球门,那却是他们自家后卫卡拉哈尔,尤文左边陆船中,卡拉哈尔奋用到地产球解闻,却将皮球打进自家网窝,随后贝尔世界波扳平,下半场阿森西奥两次进区内的推设帮助皇马反超,皇马和尤文都是锻炼新人为主, 所以本场比赛的结局,也并不能证明他们真正的实力,本场比赛还有一个亮点,那就是我们中国国族的准球衣,出现在了看台之上,比赛第89分钟, 在比赛毫无悬念的情况下,现场导播将镜头,给到了一位美国球迷身上,一个很普通的球迷,在他身上穿的球衣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惊喜, 关注国族的朋友应该有所了解了吧,这位球迷身穿的正是所谓的黑龙袍,不知道导播是否意义,但这一幕确实还是让中国球迷自豪了一番,原来在大洋彼岸了美国, 我们的国族还有球迷存在呀,黑龙袍是乃克为我们国族设计的客厂作战球衣,其设计也十分符合我们中国的口味,龙身作为主要元素,充斥着球衣的很大一个板块, 黑龙袍球衣在今年4月的时候面试,他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球迷的热议,不过现在这件黑龙袍球衣或是已经成为了绝版, 因为在耐克的官网上根本找不到这件球衣了,值得一提的是,在已经公布的国族球衣当中,这件黑龙袍也并不在其中, 在小编看来,或许是因为颜色的关系,这件黑龙袍才未能成为国族的战袍,不过从设计理念来说,这件黑龙袍确实还是很符合我们的口味,虽说已经成为了绝版, 但能够从黄马与游文的比赛中,看到这件球衣,我们中国国族还是应该感到欣慰,这位球迷或许是因为单纯的喜欢这款球衣, 但这毕竟也曾是我们的准战袍吗?或许这位球迷真是我们国族的粉丝也说不定呢? 无论如何,我们见到这件黑龙袍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,能够一赌其风采也算是一种幸运,如今我们国家为国族煞费苦心,希望国家们更加努力吧,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能够看到世界各地的球迷,都穿着我们国族的球衣出现在现场,加油吧!中国足球!